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的屋主他就希望说保留原来的柜体 但是他把玻璃门片拿掉 那我们就搭配我们原来木座的一个木皮的方式 让它有旧的东西保留 那做新的 你看这个里面 有啊 很明显耶 这个柜体的部分就是原来就有的系统柜 对不对 我们穿上新的外衣的木皮门片 就感觉像是新的一套耶 就是比较连贯性 还有吗 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卧榻的部分 你说这里吗 对 这边 对 那这个卧榻的部分 你看得到这个结晶刚烤的这个面像 这个柜子呢 它其实是原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屋主也是想要保留这边 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坐在这边喝个饮料什么之类 那他想要保留这个原来的 但是他又想要加一个活动桌 你说这个活动桌 对 这个是新做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窗边这里加了一个轨道 让这个桌子在这里 那这样子的话呢 旧的有保留 那新的做出来之后 我们只要搭配沙发 像我们去挑选沙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挑一个沙发的一个颜色确认之后 我们就请沙发的定制厂商 来做一个同色系的卧榻 对 那甚至我们在挑选这个茶几的时候呢 一个是考虑小朋友 我们挑一个圆形的 对 那另外这个白色的 也可以再跟它原来的这个白色 去做一个呼应 整体性 OK 真的耶 如果你不讲我不知道 原来这边的这个收纳柜 还有这边的这个窝榻 它都是旧有的屋主留下来的这个设备 跟新的做结合 一开始我们提到玄关一进来 因为加了这个墙面之后 除了T字形左右揽门的空间 多了收纳之外 真的耶 我在这边吃饭 比较不用担心我的吃相 被别人一推门就看到了 对 而且这个 因为这个墙面其实还有220 所以我们只要加一点成板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相框或小朋友的一些作品 我倒觉得每天看的报纸 或者是随手看的每一期的杂志 也很适合放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宽度都是足够的 OK 那千云你知道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天花板我们本来是保留的 都没有动过 我们没有动 对 所以在这个我们身后这样子 就是餐厅跟客厅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空间当中 我们在讨论主灯的时候 有在想说是不是要放两盏 可是这样就会觉得有点累赘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盏比较漂亮的一个灯 放在餐桌的上方 那这个用餐的气氛 它其实是比较温馨的 那你从这边看 它可以是餐桌的一个主灯 那你从客厅看过来 也可能是一个端景 对 那同时你有沒有看到这个餐桌 一套的呢 对 那其实这个餐桌并不是请募工做的 反而是我们跟屋主 他到家具店去选的时候 那一样餐桌我们就是定制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记住我们原本设计 给它的概念的木皮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我们就去挑选木皮颜色相近 甚至是一致的 让它整个空间是串联的 不会说东一块细一块 就整个设系感觉就是从一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点 是我们当初来的时候 它的冷气其实是在我们现在头顶上这个位置 在上方啊 对 在这个位置 那就变成说这个冷气这样吹下来的时候 可能有局部的空间 它是没有冷气 哪边没有 就比如说我们前方这个位置 这一块位置 对 它可能就比较热 那我们请了师傅啊 冷气厂商 比较专业的厂商 我们来沟通协调之后发现说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把冷气换个方向 那顿速是够的 那你看从客厅上整个吹过来 就没有死角啦 对 整个吹过来之后 不会因为这个凉的关系 让冷气过不来 对 所以同时其实客餐厅的空间 开一台冷气 它可以全部每个角落都凉了 对 真的只有差一点点就是位置的问题 没有错 靠近厨房的位置 在这里多增设了电气柜 除了满足生活机能之外 内部的层板不坐满的原因呢 是隐藏的电表箱 这样才比较好开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